这就是明天开会要用的文件 我都给你弄好了 行 你放我桌上就行啊 你不用在这儿等着 您饿不饿 我们去食堂吃口东西吧 这个文件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吃饭的时候我就帮你改好了 不用 不用 我晚上有剩饭 我们这热一下一吃就行 晚上我自己改了 这个 那还有什么工作 你分不分我 我都行 昆沫啊 积极工作的态度啊 我就是非常肯定啊 非常肯定你的工作态度 但这个 这个神经不能绷得太紧了 这神经绷断了就不好了是不是 放松 放松 放松一下啊 然后不行的话放几天假 我给你批 批几天假 然后就是该逛街逛街 然后该约会约会吧 我没有人要约会 你 咱们 咱们镇上那么多年轻人 你看 你看这上面这个 你全是很优秀男人 比如那 那谁 孙伟 那大高个儿啊 那一表人才 张文博 文化站张文博 上海大毕业的 那个是 那能写能画得多好 那在刘大楼 没 没得上班了 刘大楼 那是成熟稳重 那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 你们发现不了 你闹不 闹不好 你就这 就错失良缘你知道吧 这不是不好意思 这都不合适 没有我喜欢的 是 但是你不能说拒绝 你知道吧 那你得 你得 好好想一想 赶紧回 回去吧 快 姑妹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 这些人都不适合你 最适合你的人 在这儿呢 姑妹 你听我说啊 我原来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你那么崇拜贺镇长 现在我就明白了 他那双会眼里边 一点都不揉沙子 从今天开始 他也是我的偶像 我跟你一样我也崇拜他 他说的话特别对 他说我英俊潇洒 风流倜傻 风度翩翩 难得 最重要就是这个难得 对别人来说我 我确实难得 但是对你来说 我特别容易就得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 那个我把我妈微信拉黑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因为我妈 胡给我介绍对象 一批又一批的 我都不喜欢 我根本看不上 就因为我 我心里面 有点有人了 你心里那个人 是我的 你看什么了 我再看不出来 我就是个傻子了 我告诉你啊 咱俩不合适 你这搞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我就只能就 你别让我再见着你 这 我这刚告白 就告别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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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